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这句话是错的 对我来说 现实世界的每一个瞬间 好像都已经失去了它的现实性 那里好像空无一物 一切都好像失去了基础 都已经远离 但是唯一有一件事 很鲜明地存在 表象的面纱不断被撕开 建构之中的事物不断被摧毁 世间上并没有永远坚实的物体 万物最终都会毁灭崩溃 由今由聂事恶 我正在工作 Lisa坐立不安 对那种自从会走路 讲话开始 每分钟都要忙到不停的人来说 无所事事 真是一点都不容易 她花费了很大的心机 才能够令到自己 安静地坐在那里 没有打扰我 但是空气之中 仍然理慢着那些很乞认的紧张气氛 虽然没有动作又或者是发出响声 但是 她不安的能量 还是搞到我有点头疼 或者可能只不过是药物作怪 现在是下午三点左右 我们坐在游泳池隔离我的工作台旁边 Maya在水池旁边的懒人座椅上面 睡到四脚潮天 Maggie应该在公共游泳池那里 和那些同伴在玩水 一不然就在忙着其他的活动 我今天忙得不得了 刚刚才偷计 回来这个舒服的角落头那里 幽灾幽灾一下 然后就见到Lisa慢慢走过来 带着一些硬末子出来 万不惊心的表情坐在那里 我努力地不为所动 但这样反而显得有点不自然 我看了一句说话 看了五次 才发现这样不得点 我一直维持认真的工作状态很多分钟 但是就一路偷笑她的不安 只但是 她比我想象之中 捱多了一分钟 Lisa终于开口 我可以协助你的写作工作 又或者任何事情 我轻轻入了入头 但是对眼就仍然望着电路的望 她又补充话 不是为了酬劳又或者其他东西 我只是希望可以帮下手 我并没有回应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我附修英文 呃 我本来是想教书的 我有点心不在言地 咬着头 她继续说 我组织能力很强 是一个教队高手 而且是法律文件 和书信来往方面的经验 也都很丰富 我说 哦 我知道了 迟些再说 嗯 那当然了 一切都是由你决定 我继续观察了她几分钟 她的表情很不自在 沉默了起身 没有说话 有一段说话 我本来可以说给她听 我了解突然之间 和世界切断联系 是什么滋味 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很清楚这样 是什么滋味 万无目的地漂流 不再有归属感 和所有你一直以来 用来界定自己的事物切断联系 没有家 没有朋友 也没有落脚的地方 突然之间 所有人都变成了陌生人 你已经作出了一些不可原谅的暴行 或者是极具破坏性的举动 由于这个破坏性的举动 你丧失了一切 包括大部分的自己 我了解你的渴望 是找回归属感 我明白 那份逼切的需求 是有多强烈 被孤立 和隔离有多可怕 你所经历的重生 就好像真实的分娩过程一样 是对现实的重新界定 你刚刚奋力脱离的子宫 可能带有毒性 又或者令人窒息 但是 亦都是温暖 安全 而且令人熟悉的东西 但是现在 你就置身于一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里十分之荒谬 但是充满令人愿目的光芒 所有事物的外表 和运作 都有别于以往 那里寒冷又荒凉 一切都很陌生 而你 永远都回不了回头 我可以跟他说这段说话 但是我没有 因为他没有问我 而且我实在没有办法 以应该有的严肃的心情 去说出这番说话 我自己 就很喜欢他目前的状态 和所有的斗割 一刀两断 和一切的人事物脱离关系 断言粉碎作日之我 的确 这样会令到人很痛苦 但是也令人欣喜若狂 我并没有Lisa那种 悠游寡断的取捨问题 她只愿意丢弃一部分 对某些部分 仍然有不捨之情 我是悉数抛弃 并没有为自己流退路 我不担心可不可以成功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可能会成功 我也都不担心 接着下来的人生可虚可从 因为我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的生命 会比我的狂热 持续得更加之内 我只是兴奋 又急切地品尝 我的自由初体验 我的余生 只不过是一个愉快的马后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还会有将来 我在灵性上面 巧巧获得突破的时候 生平第一次觉得 如此清明 自由 和完全能够自主 就好像我的生命真正属于我一样 也都明白生命 除了无知和谎言之外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这个过程必然会充满艰辛 就好像Lisa已经了解到的一样 这个过程残酷而丑陋 最好速战速决 没有人真正地了解自己 受周围的人事物的影响究竟有多深 直到他们开始 从这些制约至中解脱的时候 才会仿然大悟 而这个正正是Lisa目前的功课 令到自己解脱 又或者 那和生小朋友的过程差不多 只不过 今次 在这个世界上要他生出来的 是他自己 我将讨论流动 显化和融合那张初稿 print了出来给Lisa 我说 好了大律师 现在 我请你做我的临时助手 你看下 你一篇怎样的样 Lisa很急地把稿拿过来 用了几分钟时间阅读 他说 我要事先声明 我不是很bby new age那一套 当你谈论到欲望 意愿 显化 能量流动 障碍之类的东西的时候 我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评论者 我说 可能这样才是 你最适合这份工的原因 这些内容 和无术又或者是魔法无关 只不过是一些 鲜明万物运作的法则 他不仅仅适用于我的身上 亦都适用于你 适用于所有人 你如果停下来好好地想想 就可以从你自己的生命之中 认出他们 你当然有权对这篇文章批评止咎 尽管 畅所欲言 那好吧 但你可不可以首先 就你所谈论的这些内容 举一个实例 来说明一下 这些所谓的力量 是怎样从你的生命之中运作的 可不可以具体一点 非常之好 唯一的力量就是观察 看见真相 所以 我第一件想到的事 就是今天早上 我驾车 去大湖西面那一带的小路去探险 你很清楚那里的路房 亦都见过我那部车 Lisa她想了一想 然后烧了起身 就是在大门旁边那一部车 它还能移动的吗 哼 我经常见到一部肉酸到无伦的 还要是柠檬绿色的福特Pando 停在那里 就连车顶都没有 我原先驾车的是一部重型的电单车 Trydon 650 但是被我撞烂了 所以 只可以买那部Pando 撞烂? 怎么会啊? Lisa这个时候才注意到 有个拐掌放在桌旁边 嚇到整个人都跳了起身 哇 天啊 杰德 发生了什么事? 你做了什么? 你没事吧? 她兜了过来 看看我的状况 看到我左脚上面一大堆沙布 还有个护膝在那里 左臂上面也都纏着沙布 但是肩膀和肩甲骨的部分 就被衣服遮住了 她用双手掩住臉 然后说 糟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没事吧? 一切都很好 我保证 我又指着柠檬汁 然后说 你可不可以 帮我们两个人都倒点柠檬汁? 我一小时之前就已经很想喝 然后请你坐下 我再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伤势看来不轻 我是说真的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多谢你 只不过有少少擦伤 还有个菠萝盖裂了 没什么问题 有些颈渴 Lisa帮我浸了一杯柠檬汁 然后坐回原位 她依然眼睛睛看着我 一脸关切的表情 但是 你连走过去拿饮也拿不到 目前我的身体有点僵硬 还是少动动为妙 就是那部电单车搞到你这样的? 你炒了车? 是的 部车撞烂了 有个租车旅游的美国游客 抢了来我的车道 他从另一条路过来 突然之间左转 打横地动在我的车道前面 我为了避开他 就飞了去路边 然后在一条命渠上面 翻腾了几秒钟 砰一声 我想除了个引擎之外 整部电单车都全包散 天啊 你当时开了几米 我不知道 应该走一百零五 至百一左右 但是撞击那一下并没有那么快 那你又没有戴头盔? 没有 我见到他两只手在震 但是在极力保持镇定 天啊 你的头骨没有碎到 有没有撞到头 没有脑震荡是吗? 身上有不少擦伤 膝头膏也受了伤 全身都很酸痛 我和电单车分道扬镳之后 滑行了一段很长的路 还打了几个关斗 天啊 救伤车有没有来到? 没有人到场 也没有人停下来看 我的下身 困到的油箱 都撞得几几个硬霞 所以 我不有空理其他东西 若摸了十分钟之后 我才有办法 去注意身体的其他部位 撞到你的下身? 呃 呃 姓母玛利亚 你 你没事吧? 好好 结果就是这样了 我的电话没坏 所以 过了一阵 我就打了几个电话 找了几个年轻人 开车过来帮忙 我用那部 已经变成了一堆 废铁的电单车 再加上一搭严金 换了那部 没有车顶的 柠檬绿色的福特Panel 如果你想开车 那就请便了 锁匙 就在车上 呃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看了医生没有? 我又去一家小的诊所看 每天都要去覆診和换纱布 有点麻烦 大概一个星期就会好 我这个人的伤好得很快 反正 这个就是我给你的答案 你要我举例说明 我和宇宙之间的那种融合 共同创造的关系是什么 这次意外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真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事实上 我现在才逐渐看到叶点 Lisa 她说 我的想法刚刚相反 很明显 你并不希望把那部车撞烂 也不希望自己全身都伤了 的确是这样 但这样也是神伏派上用场的时候 在我提到的那种关系之中 神伏是关键 没错 我个人的确不想遇到车祸 也不愿意搞到全身都是伤 但是个人的喜好 并非考量的因素 我有一个更加宏观的喜好 就是一切都听凭宇宙的喜好 我不需要喜欢 又或者是理解它 不过 我通常都会明白 我遇到这些这么少的意外 不算得是什么 这个只不过是宇宙传递信息的方式 音量 恰到好处 Lisa 很怀疑地质问 那宇宙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意外发生的当下 就在那一瞬间 我就明白情况不会太严重 我当下就很清楚 完全憑直觉 就算表面上看起身 状况好像已经彻底失去控制 接着下来的几秒钟 也都乱到一坨屎 但是我当时就知道自己不会死 伤势也都不会太过严重 Lisa 指着我满身的伤痕 然后说 你觉得你这样的伤势 都还不够严重啊? 以110米的时操 重拦了一部电单车 不严重 这样只可以 虽然是皮外伤 我全身的骨头都没有断 过头也都没有尸毫的刷伤 对这件事 能够保持 这么理性 和超然的态度 真是很厉害啊 就你这句话的意思来说 我对任何事情的态度 都相当理性和超然 他坐下来 不过表情依然紧崩 但是 你怎知道伤势不会太严重啊? 因为这样就太没道理了 现在还未到应该变动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命不该绝 因为第三本书还未写完 我清楚自己不会受重伤 因为这样没道理 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理由 我并没有什么生命功课要学习 没有业障需要消除 也不需要获得上天的赞美 这样去描述我在那个当下领悟了什么 实在太过涌场了 我被撞到飞起那一刻 就知道不会太严重 几乎是在同一瞬间 你在那一剎那之间就想到一切? 不是 我是在瞬间就知道 我并没有特意去思考 或者描述整件事 直到现在 这件事现在听起身有点蠢 但是当时 是无比那么清晰 Lisa面露困惑 这个主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对她可能也有实用价值 所以我试图解释得详准一点 我说 思考是多余的步骤 我们可以直接地知道事情 立即了解 完全没需要思考 但是就连我们至中最顶尖的人才 也都对这一样东西无能为力到滑稽的地步 为什么 是要把知识从原始的形态 切改成为零碎的片段 让人类那个渺小的脑袋去慢慢触摸 我们只不过是想要将宇宙降低到人类的水平 而不是将自己扩展到应有的层次 你是说你不思考? 如果某一件事情需要思考 我就会以言语或者书写的方式呈现 将它外显化 但是只有跟我这些书有关的时候 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反正书也是必须要写出来 我的意思是 我会需要思考一下 但是我不认为我需要思考任何的事情 Lisa用一个充满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我了解了少少 但是并不算太清楚 我留意到 在没有说话的时候 我的嘴仍然是睁大 我怀疑 应该是药物的副作用 我说 我知道这样对你来说很陌生 但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这个电单车的意外有点夸张 但是 好像在这样的这些能量流里运作 正正就是我生命各个领域的运作方式 跟随着各种模式移动 看到更加广大的蓝图 事实上 我是一个中高手 不过 我还在学习 还在搞清楚整个脈絡 我只不过是一个配胎 Lisa并没有嫌弃我的比喻 我怀疑那些药物 可能令到我的脑子 没有平时那么稳定 她又很怀疑地问 但是 要怎么做呢 说真的 你有什么可能 可以完全了解这一切 因为万物都以某种方式运作 而我懂得这种方式 其中 并没有什么傲秘 也都绝对不会有任何错误 又或者是遗异 这些规律 本来就不应该被破坏 梦境状态 是非常 嗯 是非常之井然有罪 在里面 并没有偶然 也都没有混乱 发生严重的车祸 被车撞到 然后受伤或死亡 这件事对我来说毫无可能 但是我没有办法向你解释 为什么 没有可能 不是 并非没有可能 我找不到更加适合的词汇 你可以描述它 我没有办法用言词 你形容我存在的方式 我因为车祸受伤或死亡 这件事 没有什么道理 这是会违反规律 我并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形容 总之就是 不会发生 Lisa她反驳说 这些事情 她的确在发生着 随时都有人受伤或死亡 他们 有些人可能很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英年祖世 有一些死于意外 火灾 暴力 和质病 是吗 当然是 人类的双眼里面 全部都是谋误 蛤? 什么意思啊 罗宾德拉纳特泰哥尔说 罗宾德拉 什么 罗宾德拉纳特泰哥尔 神秘主义诗人 他说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 还说他欺骗了我们 这句话没错 但是也不一定对 我们不是一定要误解这个世界不可 我们并没有误解他 他也没有欺骗我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个世界 这样并不困难 它自有规律存在 我们眼中所见 可以不再是随机和混乱的东西 我们可以不再将一些清晰的模式 和没有办法推分的法则 视为神秘现场 我们可以抹大双眼 看清楚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 宇宙的运作方式 和我们如何在过中悠游自在 跟随着他的律动 我知道你还是没有办法动式宇宙运行的法则 但他绝对就在那里等被发现 你也绝对可以看得见 不会有任何的事物被隐藏起身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安然度过那场车祸 我驾驶电单车的技术并不是那么好 但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和死亡重伤无关 甚至乎连那些好激气的事都算不上 因为如果这样就不正确了 这个就是我了解这个宇宙的方式 亦都是故事的重点 事出必有人 一旦你能够从无色的层次看待事物 一切都会说得通 所有事物都依照顺序自然地流动 这个世间 并没有所谓的随机、混乱、偶然 对我来说 这简直是荒谬之极 拿来当故事地说都很无人 沉睡之中的人 很久才可以见到一次宇宙运行的法则 而觉醒的人 就随时随地 在万物之中都可以看得见 所谓的陷入沉睡 就是偶尔觉察到生命之海的存在 然后创造出造物主 和宇宙主宰、神明和业障 命运的极空和福之类的迷信解释 就算我们眉上眼 仍然能够觉察到自己身在其中的 在这片能量所扬异的生命之海 感受到它的韵律 波动和浩瀚宏伟 所谓的觉醒 就是看见生命之海 而不会想象自己是和它分离的 没有能够见到这片海洋 并且和它和谐共处 来得更为神秘 和更有灵性 世间没有任何自由 比得想增脱我执的束缚 然后和当下的存在 和谐共存 Lisa想要了解当时 我怎会知道那场车祸 不会有什么大外 我告诉她 如果我们两个肩并肩地 坐在沙滩上面 看着潮起潮落一粒钟 她大概就可以明白 下一道波浪究竟会做些什么 还有同样重要的是 她不会做些什么 我说 波浪不会突然冬结 改变行进路线 或者消失不见 不会变成一对街头乐手 在沙滩上面演奏小夜曲 来娱乐我们 也不会产生一股我执的冲动 好像喷泉那样 急于表达她的个性 Lisa有点苦劫地说 很明显就是这样 我附和说 没错 而我们所依存的模式 亦都是这么明显 一旦我们学会看见她们之后 我们永远置身其中 成为她的一部分 和她物不可分 你一切都是能量 意识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 你越来越充满思义了 和我一起停止日夜的区分 你将会拥有所有诗歌的源头 Lisa坐着迎望了我一阵 我迎接着她的目光 她十分之灵静地说 我想起来 是维特曼的作品 是你第一本书中所引用的第一首诗 Lisa格特塔马哈拉说 Li...Li...Li...Lisa... Lisa格...M...M...M... Lisa... 是一个印度盛舌 她说 在我的世界里面 没有任何的事情出错 这个是令人大开眼界的宣言 并不是他的世界有什么不同 关键在于他 在于他那个 未被扭扣 未经过过滤的观点 我已经将自我形成的屏障 由知觉者 知觉的行动 和被知觉的对象 这个联合之中移除 这三者因此得以合一 那完美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所以这个印度人开了五 是,但我们不是在谈论开误 而是在谈论觉醒 你正在醒 你可以停留在目前这种状态 无力又困惑 就好像很多走到这里的人一样 或者你可以再努力点 继续这一趟你已经展开的旅程 我所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就好像电影的预告片一样 所以这一切 只不过是一个大海洋 你是否这样的意思 还有另外一句说话 也都表达得好传神 卡尔撒根说 如果你想从头开始 弄一块苹果皮 那就先要创造宇宙 那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 我们坐在沙滩上面 望着海浪席卷而来 你遥望着远方 见到第一道浪化 你见到它照着你而来 越来越近 越来越高 终于在轮到它的时候 它卷了起身 在沙滩上面碎成泡沫 然后慢慢退去 让路给下一道波浪 在表面上看 你见到的是一个有始有终 重生到灭的一道完整的波浪 但其实它只不过是最微小 最局限的观点 我们这样去看待事物 是因为我们将一切都切得之离破碎 到此都捉起高墙 在所有的事物上面贴上标签 是我坚持要这样做 我们不了解事物的初始和最终 只是知道它的模式 被你抽出来看的那道波浪 它始于宇宙的起源 结束于宇宙的进头 当你切断各种执着 不再耗费情绪的能量 观点就会扩大 就可以见到越来越广阔的运作模式 模式之中还有模式 你个人的模式也会卷入其中 不是分离 不会更加伟大 也不会更加卑微 从单一的浪化退出来 你就会见到潮值和能量的转换 退得更加远一点 你就会见到全球阳流的变化 和月亮阴晴圆缺的影响 再退得远一点 你就会见到行星 太阳和时间的影响等等 再往后退 就超越了你的时空概念 这个时候 你才开始看得清 那道波浪 开始了解它 开始明白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波浪就是你 你就是波浪 Lisa叹了一口气 有点生气地望着我 我说 与宇宙合一和连结 不是什么高深的感受 或者是灵性信念 也不是变异的意识状态 而只是简单 原来的意识 未经装饰 败坏或者污染 我们无需听课或者读书 也不需要跪在神坛和智者的面前 我们只需要去净化自己的各知能力 去除所有我执的迷惑 看清楚事物的真实面貌 就不会再见到虚幻的假象 在这件事里面 不需要教导或者老师 也不需要途径或者修炼 只要诚实地就可以 Lisa叹说 我不确定自己 是不是真的听得明白 我说 嗯 我想你是会的 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现在我的头昏陀陀 脑子不太小 没办法写下 这次谈话的重点 所以 我要去泳池旁边的懒人座椅 那里休息一下 你就把我们的谈话 全部都写下来了 Lisa叹说 哈 我做不到的哦 我很辛苦地站起来 然后说 但是你富修英文 还曾经想了一个英文老师的哦 Lisa叹说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 我也听不明白啊 我一直向着懒人座椅的方向 十分之困难地走过去 一直在这里说 以后再慢慢理解了 将它写得下来 是你自己无碎至尖的 你以为 做一个全知全能大师的编辑助理 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吗 你不是不知道这里 是一个令到你的脑 神经错乱的地方吗 Lisa叹嘎一声地笑起来 她当我在这里说笑 然后 就开始了她的工作